你好 欢迎收看3月1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2024第一届理事长杯 即花莲太平洋全国小学排球锦标赛 16号在县立体育馆盛大举行 县长徐正卫和李伟夫婚旗都特别到场 为选手们就要打气 县长徐正卫表示 花莲是全民的运动场 更是全民的健身房 有大山大水 更有非常好严好的环境 希望运动选手在好山好水空气环境之下 获得良好的赛事 这109年111年 花莲县分别办理全民运以及全中英之后 迎接全国与世界选手 祝福大家发挥磁力 希望学生们比赛之后享受花莲的旅游 今天在花莲县 同时在今天开谱有五场全国新的赛事 无论是空手道 或者是直排轮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硬式美类球 以及我们还有哪一项的这个 第五项应该是羽球吧 这五项现在今天都在花莲的比赛 在这里真为谢谢我们的这个机主委 还有提会对这一次的筹划 让花莲县政府以及中华民国排球委会 我们大家都能够全力一步 见识到花莲的团结能力 在这里也谢谢花公黄红尹校长 我们无论是在两千多名的选手 无论是国六男国六女 国六男在我们现在的会场 国六女在花公的体育馆 以及国五男女都在我们的东华大学美龄校区 这就是花莲在我们体育场馆的建制 我们更希望透过办理比赛 让大家及时广义 让花莲的各个场馆 不断的精力求精 运动不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 而且还能够强健我们的身心 所以在运动赛事上 我们就努力的去从此做好训练 不只要有良好的性质素质 更有强健的体魄 未来才能够在国家社会当中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竞争 而这次赛事从16号到19号 分别三座体育馆举行 国小六年级男童组 花莲先例体育馆举行 国小六年级女童组 在花莲高公体育馆举行 另外五年级男童女组 在东华大学美龄校区举行 欢迎爱好拍球运动的乡亲们 为拍球小将们交由打气 记得将一款视频道